事实上涉嫌害死女英香香的这一名周姓伯母 他是隐瞒了相当多天 昨天在面对承办检察官当庭提示香香照片的时候 也终于泪崩认罪了 由于我们看到了这一名伯母他热情应讯的时候 其实神色自若 还说亲友关系都很好 但说法和他人是明显有出入的 因为其他有一些亲属是有强调说 好像感觉到这个酒里之间似乎有些不合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伯母所犯下的呢 没想到还是真的 那么检察官昨天上午呢 特别指挥了检察事务官突袭 邹女住处来进行搜索 发现他神情慌张手足无措 而且看到了这个检察官提示的香香照片时 他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了 当场痛哭认罪 也终于让整体事件获得了一个真相 奶粉家的盐巴泡好的牛奶根本看不出来 女英就这样一点一滴 长期被高纳含量的奶粉毒害 不幸身亡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女英的邹姓伯母要下毒手 她的理由竟然是周离不合 女英的妈妈开记者会 控诉奶粉厂商有问题 却完全不晓得 原来她已经得罪了邹姓女子 检方查出 嫌犯多次在奶粉里头 加入了金盐海盐 还均匀搅拌 判断是家中亲人所为 女英的父母亲 祖父母 甚至外婆都遭到约谈 检警试图从家族恩怨突破 终于锁定女英的周姓伯母 原来她原本和先生 两个小孩同住夫家 后来女英的妈妈嫁进来之后 她和先生被迫搬离 但小孩还是给阿公阿嬷带 难道是少了亲子陪伴的时间 心生不满 加上女英的父亲 在医疗器财行工作 收入不多 周姓女子在科技公司上班 先生也开公司 会不会因此在财务上 要支援夫家 甚至小叔两夫妻 让她产生加害女英的念头 无论原因为何 已经让两个美满家庭 幸福破碎 接下来人一起来安置 特别报道